惠若琪参加过伦敦礼约两届奥运会 经历过陈中和、蔡斌、王宝全、郁绝敏、朗平五任主教练 是礼约奥运会周期中国女排队长 惠若琪是礼约奥运会金牌得主 还随队夺得了2011年女排世界杯铜牌 2014年女排世锦赛银牌 这位从伤命中走出来的女排奥运冠军 运动生涯有太多的类合同 貌美如花的惠若琪是中国女排的颜值担当 2018年4月惠若琪与医学博士杨真博在北京举行婚礼 2021年6月惠若琪平安产女成为一位幸福的漂亮妈妈 惠若琪身高1.92米长相漂亮身材心长曼妙 是让人过目难忘的第一眼美女 历届中国女排都有二传或主公担任队长 在中国女排史上担任过队长的主公有张荣芳 朗平 许馨 李国军 孙岳 惠若琪 朱婷 但也有特殊情况 2015年女排世界杯惠若琪因商缺席 由结音二传曾春磊临时担任队长 2022年蔡斌再度出任中国女排主帅 由于朱婷养伤未归队 副工袁新岳担任中国女排队长 副工担任中国女排队长 袁新岳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惠若琪排球天赋很高 16岁就入选国家队 她技术全面 基本功扎实 遗传 防守 堪比自由人 进攻的手段和变化很多 是中国女排攻防转换的核心 而今里约奥运会已过去了6年 但惠若琪在半决赛决赛中的高光表现 至今让球迷记忆犹新 半决赛中国女排的对手是荷兰队 这是一场生死淘汰赛 因荷兰队在小组赛中 以3比2战胜过中国女排 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对这场球志在必得 半决赛抽签结果出来后 荷兰队得知对手是中国女排 队员们兴奋的又蹦又跳 果然 半决赛打响之后 荷兰队员拼得特别凶 各个点都打开了 中国女排第一级 竟以5比12落后 形势非常危急 这时 朗平用丁霞杨芳旭 替换下魏秋月和张长宁 杨芳旭一上场 就在3号位打半高球得分 比分变成了6比12 紧接着轮到惠若琪发球 她的长距离飘球威胁大 接连破坏对方的依传 中国女排连得5分 比分变成了11比12 可以说 惠若琪的发球轮 是中国女排反败为胜的转折点 第三局 中国女排开局又以0比6落后 此时 朗平用惠若琪换下刘晓彤 惠若琪一传到位 朱婷在4号位强攻得分 比分变成1比6 惠若琪一传防守相当出色 中国女排艰难追分 当比分变成8比11时 轮到惠若琪发球 她先是发球直接得分 接着又发球破功 比分变成了10比11 在与塞尔维亚队争夺金牌的巅峰对决中 惠若琪多次在前排调整强攻 帮助中国女排成功渡轮 没有被对手卡轮 第四局 比分来到24比23时 中国女排率先拿到赛点 这时张长宁发球破功 惠若琪打探头球得分 中国女排以25比23锁定胜局 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夺金 惠若琪也是重要工程 显为人知的是 惠若琪这枚奥运金牌 是用伤病和眼泪堆积出来的 2010年女排世锦赛 中国女排只夺得了第10名 战绩如此低迷 与惠若琪缺阵 中国女排阵容不整 有很大的关系 2011年惠若琪重返赛场 这年11月 女排世界杯在日本打响 惠若琪与队友们不畏抢手 敢打敢拼 夺得铜牌 取得了进军伦敦奥运会的门票 这届女排世界杯 惠若琪表现抢眼 在所有队员中 她总得分排名第6 依传排名第4 扣球排名第11 充分展现了一位全面主攻的价值 在全部11场比赛中 惠若琪有6场是中国女排的得分王 2012年伦敦奥运会 是惠若琪和青铜一代所有队员的心痛和遗憾 本来中国女排以小组第二的名次出现 形势一片大好 哪知却被日本女排挡在4强之外 赛后惠若琪与队友们都留下了痛心的泪水 尽管中国女排最终只获得了第5名 战绩不佳 但惠若琪的表现可圈可点 在所有队员中 她总得分排名第9 依传排名第6 而在中国女排队伍中都为了第一 2013年 朗平再度担任中国女排主帅 对惠若琪非常的器重 将她安排为中国女排队长 随着朱婷的崛起 惠若琪担心失去自己的位置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朗平找惠若琪谈话 问她要做什么类型的主攻 这让惠若琪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既然朱婷的进攻实力超群 惠若琪便将自己定位为保障型主攻 2014年 女排施井赛在意大利打响 为保证朱婷的进攻 惠若琪承担了大量的遗传和防守任务 即便如此 在所有队员中 惠若琪的总得分排名第九 防守排名第七 遗传排名第三 这时中国女排已具备了夺取世界冠军的实力 然而就在2015年8月 中国女排即将出征日本 参加女排世界杯时 惠若琪因心脏早博临时落选 随后惠若琪在北京一家医院 接受了心脏微创评射消融术 手术过程中 惠若琪昏死在手术台上 医生用电击才将她救了回来 不久之后 惠若琪回到南京康复 因心脏再度出现早博 惠若琪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中 惠妃和妻子守在手术室门外焦虑落泪 从深度昏迷中醒过来之后 惠若琪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流下了百感焦急的泪水 2016年8月 举世瞩目的礼乐奥运会拉开战幕 小组赛中惠若琪状态不佳 担任主攻替补 进入四分之一淘汰赛 半决赛决赛之后 惠若琪担任中国女排的主力主攻 为球队夺取奥运金牌 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8年2月 惠若琪正式退役 伤病庄走出来的惠若琪 终于圆了奥运冠军梦 她哭得特别上心 惠若琪的排球生涯坎坷艰辛 她的奥运金牌 是用伤病和眼泪堆积出来的